我养你 养了 养了 快点 快点 给我们介绍 介绍 叔叔 这是我爷爷 我奶奶 我妈妈 我爸爸 你们好啊 爷爷 奶奶好 叔叔 阿姨好 你个人好乖哦 叫啥个名字啊 我叫黄甫淑敏 爷爷可以叫我黄甫 黄甫爸爸 你看一下 红的 白的 皮的 看我老样 我们就喝皮的吧 来 给叔叔道歉 您 您喝点什么 你搭 那您喝啥 您放开喝 好好好 不要客气 你喝得了酒吗 一杯 没问题 我们 我们先举个杯嘛 来来来 来来来 欢迎 大一杯吧 来来 欢迎你 欢迎你 欢迎 欢迎 到重庆来啊 一定要来品尝重庆的火锅 这个地方呢 是江井 江井火锅吃起来很有味道的 边吃边聊 吃起来 吃起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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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太辣了 没事 没事 叔叔 我们要不换青汤锅吧 别别别 好不容易来一趟 一定要吃最正宗的 老伟 这次来啊 一定要多待几天啊 我带你们到处去耍一会儿 感受一下 重庆人的热情 感受 感受到了 我这十几年前啊 来过一次 那时候就觉得重庆好 重庆人啊 也好爽 那就对了 等你退了 行 搬到重庆来住 我们扶头 房子多 够住 今天见公婆见怎么样 怎么说呢 蛮紧张的 你知道他们一见面 让我生孩子吗 我都尴尬死我 而且还一直K我爸说 让我爸退休在重庆 那你们是要留在重庆 不回上海了 他们好像是这么认为的吧 周瑜呢 你跟周瑜说了 你想回上海吗 我们俩还没时间 好好聊过这事 周瑜 我们也聊一下吧 猪八皮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毕业后的样子啊 我当然想过啊 咱们养一只猫 或者养一只狗 住呢 就住鱼背那套房子就好了 三十一厅也够住 位置也挺好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 你想回上海 我知道 你担心叔叔 我都已经想过了 到时候咱们把叔叔一块儿接过来 一起住 叔叔要是不想和他们一起住的话 咱们 也可以让他自己住 咱就有活动了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回上海呢 不是 在重庆不挺好的吗 你 你不也挺喜欢这里的吗 我是喜欢 但这跟我回不回上海 跟他没有关系 你 那我呢 跟我也没有关系吗 你不也没有跟我商量 就决定要留在重庆了吗 我们现在不已经在重庆了吗 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四年了 我们有那么多熟悉的朋友 共同的回忆 你难道一点都不留恋这里吗 非得去陪上广拼个头部血流才好 房价高 生活成本高 幸福指数低 多少人去了不 还是灰头土脸就回来了 我就是要回上海吧 那么别跟我交集吧 能不能回回别 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跟我闹啊 我不是闹 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小事 小红不得干啥 还拿到不得来刷吗 我不晓得 空洞在忙吧 可能 你们两个吵架了啊 他说他会想看 你是浪的项脸 我跟你说 妈妈不需要你离开重庆了 上海有啥子好吗 人生敌不疏离 东西有鬼 重庆好安逸嘛 待到不头 啥子都不去 好了 好了 少点 妈妈跟你说话 你要停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钟月 你 谁真的觉得我们就要分开了 你听了 废话 你那破了嗓子谁听不出来啊 正好 反正我也想找你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确实得当面说清楚 我先说 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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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主你先说 我爸说了 觉得你 还将就吧 所以同意我继续考察你 所以我可能或许 嗯 现在留在重庆 就一小段时间啊 要是一有发现不多 我就立刻贪释回上海 我也想好了 我觉得 这是生活对我们的考验 对 重庆和上海 选中谁 就去哪儿 不许反悔 敢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上海怎么办啊 车也买不起 房也买不起 工作还难找 饭也不好吃 我妈说啊 她可喜欢你了 你啊 以后就老老实实地做我们周家 那儿就行了 是你老老实实做我们 黄埔家女婿 那如果我互不好的话 我肯定会学书 陆家苍职僧活的 放心 有我黄埔书敏在 我养你 我们写了啦啦啦啦 一部完美童话 让时间充满 慢慢 慢慢 慢慢到 没人理他 在天空又啦啦啦啦 画出旋律 晚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